内政部公布统计 六都租金中位数 新北市来到了一万两千六百元 是全台最高 已经超越了台北市 而如果以行政区来分析 还是台北市松山区最贵 租金中位数是一万五千五百元 其次是新北市的卢州 五谷 汐纸 还有林口 租金中位数都在一万五 新北市卢州运动中心附近 新大楼林立 周边除了幼儿园 餐厅还有便利商店 生活机能便利 当地租金行情看涨 以这个位在十一楼的二十九坪住家物件为例 两房两厅月租三万六千元 从外地落脚卢州的叶先生 原本想租屋 最后决定直接买房 内政部根据截至今年三月三十一日 仍有效的租金补贴租约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 若以中位数来看 六都中以新北市一万两千六百元居贯 超越台北市一万两千五百元 桃源一万元位居第三 其次依序是台中八千元 高雄七千五百元 台南市六千五百元 进一步以行政区分析 北市松山区中位数一万五千五百元最高 而新北市卢州 五谷 汐纸 林口 都是一万五千元 并列第二 专家分析 新北市近年新案件多 租金相对较高 加上部分地区为新开发 需求就会更大 新北有一些区域 因为整体的升级跟发展的关系 会带入了一些新的外地人口 新的公司聚集的区域 那自然而然的话 它在周边的需求带动之下 也会让这个租金的行情 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表现 对于外界质疑 统计是以租金补贴资料进行统计 没有申请租金补贴的租金 可能会更高 内政部表示 因统计资料有四七点八万笔 也涵盖全国约八成 乡镇县市 大致与市场行情相符 希望能够让租金资讯更透明 记者是阿武家宝新北市报道